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部分并非本署主管法规的争点 所以请本案的目的税主管机关 也就是交通部观光局 要洽内政部厘清海岸管理法 相关规定后再提被轮回讨论 第二点 类似的案件 与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十八条的适用 我们有本署令洽中央法规标准法主管机关 海岸管理法下个月会公告是叫划定海岸范围 就是什么地方是海岸管理法管得到的范围 那这件事情它预计有可能下个月会公告吗 那相关的公告公告出来之后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划定了海岸范围之后 它要划定哪些地方是保护区跟防护区 保护的概念是以一个生态系的标准为主 那防护的概念就是说 你人在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需不需要建防波堤 以人的生活为主 那这两个区域会公告之后才会有今天它特别营建署提到这个海岸范25、26条的适用 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 今天完全没有讨论到其实是从那个原住民族基本法这个地方切入 因为今天开发单位直接说这个地方不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土地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原民会能够像营建署 有这样的想法跟观念 应该要捍卫自己的海岸 跟捍卫自己原住民族的权益 这样对于整体台湾的 不管是原住民土地的发展 或是对于台湾海岸的发展才可以更永续跟更有前景的未来 将来可能会有一个 营建署也会有一个审查机制在海岸的开发案 OK但是这个审查机制它凭什么审查 就是因为建造杂造是营建署发的嘛 你没有建造杂造任何的建筑都不能做 因为现在建造杂造多半都是地方的建设处建设局就可以来发放 它不见得要到中央来申请 可是等于是它必须要有一套系统去控制它下面的建管系统 然后使得它建造杂造的核发跟海岸管理法有之间相关的规范 你海岸管理法就很麻烦 因为地方政府它一定不希望说你把我的土地化成保护区嘛 这样我地方政府比如说这现有土地我要去做招商 要去做贩售就会很受阻碍啊 所以其实是营建署在跟地方政府拔河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持续的关注 因为其实某种程度我们要去support让营建署感化下去 有很大的舆论支持反对海岸的开发或什么之类东西 但它划下去有一个民意的基础可以跟地方政府拔河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整体的那个海岸管理法就会比较有效 它今天最后营建署代表说 他们认为他们这套手机系统跟环平之间没有相互抵触的问题 但没有相互抵触这个说法其实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在到底是谁先谁后还是各自可以进行 那这个过的那个没过这个没过那个过 那这件事情回到法律的面向 以民间团体而言的话 民间的开发单位而言 他们最会喜欢做的东西说 我过了你这个你为什么用其他东西挡我 这样子是我跟你有这个信赖的原则吗 我相信你啊 所以你过了之后还可以申请一些国家赔偿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你行政单位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行政体系碰到禁合的问题的时候 多半都等到出了问题之后 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同时来协商 从都朗我从年轻看到现在土地逐渐的流失 甚至我们在都朗已经快没有土地了 部落逐渐在瓦解中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推往更深山里面 也就是现在的开发案的附近 开始肯做这是我们令人感觉到悲哀的地方 然后当我们去跟他们说明这里是我们的领域 这里是我们的生活签的时候 政府治理单位都说 依法行政这里是可以做什么的 你们不能做什么的 这是令人生气的地方 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开发案 造成我们这一代的族人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们好像在这个时代看起来算是进步 但实际准备要流离失所的命运 所以我们心里非常的沉痛 落在的地层其实是立即混同层 什么是立即混同层呢 就是各位所知道的越世界 那样子的地层其实它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样子它其实是本来在海底的泥质的沉积 所以很滑而且是泥质的地层 换句话说水如果雨水下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渗进去 那就会造成轻蚀跟造成很多蚀沟出现 所以就是我们各位看到的越世界 那以后在这样的地层 因为它是泥址的而且非常的不稳定 那因为重力的作用 所以常常就会有地滑的现象 那我们已经在看到往山源中旅滨海的沿路上的柏游路 地面柏游路均裂的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沿途两旁的电线杆其实已经是倾斜倒塌的 为什么过去山源湾一直没有建筑物 那现在一向是这么大的建筑体 而且是这么多的饭店 这么大的量体盖上来 我们很担心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地滑 然后什么时候会发生堵石流 过来冲下来就是下面的赤同部落 郡介 受害的来自老百姓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 如果今天委员敢背书 请各位请他们签名下来 万一如果发生地可现象造成损坏 请他们负责损害赔偿责任 我不知道有谁敢签名 是不是能够表正他的安全